在国外学中文看起来比较奇怪的事情 当然也有很多国内大学生可能没有办法亲身经历的事情 嘿,我是阿图,今天过得好吗? 先恭喜刚经历过高三,刚经历过高考的同学们 祝你们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也祝你们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专业 我是来教大家怎么选大学,怎么选专业的 大家聊一聊在国外读中文专业是怎样一种体验 在我大二的时候,从商科转到教育专业 在我专业里面中工中文学习 和我上课时候学的Economics做结合 我大学以后可以在澳大利亚叫Chinese and Econics 开始的时候,我跟国内的家人或者朋友说 在澳大利亚读中文,大家的表情都是 有没有搞错啊,你给讲中文的人在国外读中文 你是去玩的吗?这门课应该很水吧 你是不是不用听课?所以考试是不是很简单? 你们都用中文教课吗?这不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吗? 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好像又选错专业了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反对的声音真的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国外学中文,一样可以找到一份影响的工作 一样可以让我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所在的大学,给我一个例子 在Bachelors of Arts里面呢,它分很多很多的major 这些major包括比如说Asian Studies,Creative Writing,History,Korea Studies,Chinese Studies 有Chinese Studies 在Chinese Studies里面呢,又分为Advanced Chinese Studies和Chinese Studies 中学的时候本身学过中文 中文为母语的学生我们都会学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像Chinese Studies一般是给完全没有学过中文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有印象学中文的那些学生 国外大学的中文课都是中文老师教吗? 大多数的中文课是由中文老师教的 也有少部分是母语为其他语言的老师来教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它分为很多的levels level 3有Chinese Capstone Capstone基本上上的课是比较高级 Capstone的课混合中文语和中文语的学生 老师会用全英文来上课 老师会给一些主题在最后几节课的时候 大家来做presentation 我记得我们group当时做的是中国高考和澳洲高考的差异 有两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同学 他们去过中国的上海和北京学习 其中一个同学还能讲上海话了 他们做的主题大概是在中国生活的澳大利亚人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 选修课会比较有意思 而且主题会更明确一点 比如说Chinese Cinema 学的是中国比较老的电影 比如说红高粱 大红灯笼高高挂 马路天使之类的 有的电影甚至只能找到黑白白 我们的老师属于汉学家 他的母语是英文 但是他在中国非常多优秀的 人数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章 第一节可给我印象很深 他写的是中文的翻题字 写下电影两个字 然后他又给我们介绍在中国比较大的视频们互网站 他说如果你很酷 你就去看UQ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 来看中国文化 中国电影 中国的文学 或者说中国的当代艺术 选修课还有Gender in China 中国人对于性别的看法 还有当代人对性别的看法 Along the Silk Road 叫《四绸之路》 这门课是由一位来自新疆的老师 在帝修课里面还有口译和鼻译 教这门课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统生翻译 在他的课上知道怎么在英文和中文之间进行翻译 也学到了非常多文化倡议方面的知识 翻译课基本是Bilingual教学 就是中文和英文结合教学 总的来说 在国外学中文看起来比较奇怪的事情 当然也有很多国内大学生 可能没有办法亲身经历的事情 比如说在一个大家都必须讲中文的班里 可能会有那么几个同学 他的母语本身不是中文 虽然他讲了中文没有那么的地道 甚至说都不是那么标准 但是他非常努力地在学 对我学语言这方面而言 我觉得要向这些同学学习 毕竟中文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这是大家都很公认的 大家都在那么努力地学中文 我们为什么不花哪怕10% 20%的努力去学英文呢 我跟很多中国同学一样 觉得自己英文不行 英文不是我的第一语言 所以在课堂就躲在一个小角落里 也不跟其他人交流 也不回答老师上课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根本就听不懂 最夸张的是我甚至都听不懂 老师说把书翻到第几页 我要先看 也不是看 就是偷瞄旁边的同学 是翻到第几页 我就把书翻到第几页这样 那一步一步过来 直到我换了专业 然后跟这些母语不是中文的同学 在一起学习过以后 我才知道人家是这么独立的 想要学习这么语言 这么努力的用中文跟我们 我以为中文的人一起交流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学英文呢 那学习英文不是说一个人在角落里背单词 而是要跟人交流 或本和毕业以后 尤其是大四那一年 对我的改变会比较大 大四学校就安排去实习了 中文实习老师除了对自己的学生要讲中文以外 我还要有比较好的英文表达能力 因为毕竟学生的中文能力真的很参词不齐 我要也不是说很厉害的英文 就是说很准确的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意思 让学生听懂我讲什么 在导师给我布置任务 或者说head teacher给我布置任务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怎么去应对他们 在国外学生 我不觉得它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然后在国外用我的第二语言去学习我第一语言所在的国家的文化和语言 这句话有点绕 I can use English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s 另外一方面其实对自己的英文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不断的去查词典 不断的去网上查资料 我怎么用英文很准确的表达我的意思 怎么把这个中文字词句转化为学生们可以听得懂的字词句 怎么去管理一个课堂 怎么跟同事交流 怎么跟家长交流 或者说怎么跟上级交流 当然还是那句话要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 你就会自愿的或者说不知不觉的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 这就是我在国外学习中文和学习中文以后的经历和感受 OK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Bye